好 我們接下來要看一個法國的劇團 他們今年帶了兩個作品來臺灣 電幕劇團 好可愛 連劇名都好可愛 神偷廟賊跟白浪桃桃 對 神偷廟賊這個作品 其實我們一開始是比較 把它設定是比較是青少年的一個作品 因為它有比較多的語言 然後其實像這樣的作品 其實打字幕這些 對小朋友來講其實沒有那麼容易理解 那而且他的他的 他的題材是搶銀行的一個故事 一個男的去搶銀行這樣子 那可是他有趣的地方在於說 他用了很多種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身邊就有的東西 來去呈現那個搶銀行的過程 舉例 對 譬如說他因為搶銀行 他不是要飛沿走壁嗎 對 他走在磚牆上的時候 其實我們並沒有真的一個磚牆 他就在腳上面綁兩個磚塊 但他在走這樣子的時候 有沒有 就是覺得是不是就在走磚牆 對 所以像類似像這樣的一些 一些很有趣的那種轉換 其實都在考驗觀眾的想像力 你要知道說原來他現在用這種方式 其實他在做磚牆 但沒有那麼難以想像 你其實看到就會知道 對 但是有時候我們都覺得說 那好厲害 他用了很多種不一樣身邊就有的東西 譬如說那種洗潔精的瓶子 他也給他做了一種不一樣的做法 所以這個作品其實還蠻有趣的 他最後到底有沒有偷銀行成功 大家可以就是進劇場看 但是重點是他的過程真的很好玩 是很有創意的 對 非常有創意的一個做法 然後就一個人演 然後就可以 有這麼多的不一樣的一些場景 就是很多場景 所以他其實舞臺是小小的 他其實舞臺不搭 對 所以東西都在附近 一個人演完左邊就演右邊這樣 對對對 然後就像這邊 然後又走去哪邊 然後一下 你就覺得他進到了金庫裡面 好像可能剛剛一開始的時候 在飛簷走必要進銀行 但是在最後一個轉換之後怎麼樣 你就覺得他是進到金庫裡面 準備要開鎖什麼的 對 就是其實在一個很小的空間裡面 他就可以創造出一樣非常多的不一樣的場景 所以他是有偶在現場演嗎 沒有 他就是真人 就真人演 真人自己演 對 好期待 他非常有趣 一人分是兩角 多角 也沒有啦 就他一角 因為他自己去搶一小貓 對 自己小偷 最後到底有沒有被抓走 就是大家進去看 對 電幕劇團還有另外一個作品 叫白狼陶陶 其實很有趣 就是 他們會用各種不一樣的演出方式在現場 雖然我們知道我們不是在海裡面 對 可是他在劇場裡面創造一個海的感覺 而且不像我們平常看的表演藝術 他會做很多投影 對 或者是他會真的做一艘船有沒有 對 其實沒有 他其實沒有 因為他用了一個非常簡單 也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方式 然後去呈現一艘船出海之後 然後船就沉了 然後對 船就沉了的一個過程 那當然我們之前把這個作品叫做防水劇場 因為他真的會噴水出來 會嗎 現場會噴水嗎 會噴一點點水 不是那種你知道 不是海裡面那種很大量的 對 對 那他是會因為劇情的需要嘛 所以還是會有一點水噴出來 所以我們本來在就是叫他到防水劇場 第一排的小朋友可能要穿帶 就是準備一下 但可能會噴到一點點 一點點 那小朋友一定會很想做第一排 我想也是 對 穿著雨衣去看的感覺還滿好玩的 是啊 那它還是一樣 這個團隊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他們用非常有限的空間跟資源的一個狀態下 它呈現很有想像力的一個場景 譬如說像剛剛講的 它沒有真的一艘船 它其實當船沉了之後 我們要怎麼知道它沉了 它就出現一個這樣子 一個這樣子 中間有一個圓圓的 就很像船艙裡面有那種圓圓的鏡子有沒有 從船艙看出去 對 然後你就會看到那個船裡面的船長在那邊 你知道在那邊掙扎呼救 然後可能水就這樣慢慢的移動 就是在類似像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雖然你沒有辦法看到就是整艘大船的一個狀態 可是你從其中的一個部分 你就可以想像出來說 這艘船到底經歷過了什麼事情 對 所以很有趣的一個作品 然後很幽默 很好玩 它也當然就是說 這過程其實是非常有趣的 然後演員的那種表現方式也會讓你覺得說 就是還滿好笑的啦 對 所以他到底最後有獲救嗎 你看大人都關心這種事 可是小朋友可能會很享受在那個現場 看他傳承承的過程 然後在裡面發生什麼事 對 像有關結局這件事情 我們也都很 要保密 要保密 不是保密 而且應該是說 我們沒有把它當作最後最最最終的結果 所以是說它不是這整齣戲的重點 有些時候其實結局只是它最後的一個結 但是不是觀眾有辦法給它不一樣的結局 或是一個開放性的結局 其實都是有可能性的 對 所以在很多時候我們其實都會故意在 我們不是說故意不跟大家講結局 因為那時候我覺得好像有種 你就少了一種想像力對不對 你在進去之前就知道說 反正最後他就是會得救啊 你知道嗎 對 那我們就會 好像會稍微沒有那麼注意它的過程 所以這也是 對 因為我們要知道它最後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就要更仔細的去知道說 所以發生了什麼事情可能會有什麼樣的狀態這樣 對 這就是我們都不太講 結局的原因 我們幫我們介紹一下電幕劇團 其實好像也想要邀他們來台灣很多次了 對 就是電幕劇團它我們其實想了很久 因為本來開始看到的其實是 就是神透妙賊這個節目 但是主要是因為而易捷的對象 基本上還是比較是小學以下的觀眾比較多 那其實我們這幾年一直有在思考說 我們是不是要把我們的整個節目的範圍更擴大到青少年 因為畢竟在台灣做青少年看的一個表演戲劇的 好像也蠻少的 對 就是配合音術的東西也蠻少的 對 那但台灣的青少年其實很辛苦啦 他們 對 就是科業也很繁重啊 有很多事情要完成 所以這也是我們考慮比較久的原因 就畢竟說比較不是我們熟悉的一個 豬群 對 跟對象這樣子 那當然這次因為他們新的作品 就是像這個防水劇場 它就比較適合小朋友看 就是比較小學等等這樣子的一個 觀眾群 那我們想說這次既然請他來 那就一併把神通廟仔也請來 那神通廟仔就我們當然設定的年齡 就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他必須要看一個字幕嘛 對 所以大概九歲以上的小朋友 可以來看這樣子 當時我們看錄影帶的時候 這兩個先生還沒有這麼老耶 所以他們演這個劇已經很久了 演非常久了 對他們來講這是一種置業 一種不斷地跟小朋友在溝通一些事情 在對話的一種工作 所以他們可以做很久 就做到已經都年紀這麼大了 可是你也不會覺得他在裝可愛 好可愛 好可愛